1.2.3 歡迎收看6月28號 禮拜二的五個百分百 大家好 我是凱樂 我是小豬 你們知道 其實狗 哪一種品種的狗 是最愛講話的 我最近研究出來 哪一種品種 對 超愛講話 我不是腦筋這種話 是講真的 黃金獵犬 不是 超愛講話 拉布拉多 不是 博美 野狗 不是 我來說答案了好不好 哈士奇 真的啊 他真的很愛講話 莫名其妙 那是貓 我說狗還會鬧 會有那個語調 他自己在講嗎 對 你可以去找一個就是 影片就是哈士奇講話的 有一個主人 他帶了兩隻小狗回來 怎麼那麼可愛 那哈士奇生氣了 他就說 然後他幫他上了一些中文字 你知道嗎 他說 你幹嘛要多帶兩隻狗回來 你不愛我了對不對 然後最後面那隻哈士奇最可愛 他躺在浴缸不出來 然後主人說快點他起來 我要去洗澡 走開 他的語調真的像講話 然後我今天又看了一個哈士奇 在家裡面 主人去工作了 然後他對人們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很可憐 看貓放我一個人 他是會用語調的 一般的博美狗 他是用 這樣 他沒有語調 所以哈士奇 我覺得好可愛 還是其實我們主人出門 他們自己在家都會講話 只是沒被拍到 有啊 最近不是有一個公開的電影 有一個電影 對啊 不用說貓狗大戰也是啊 之類的 你看到貓跟狗在家裡 一般就相處得很融洽 對 然後一出門那個貓狗 一直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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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 就趁主人不再欺負他 對 如果大家 如果你覺得很好奇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去找那個哈士奇講話 一堆哈士奇講話 所以就打哈士奇講話 就會出現嗎 對 然後他小的時候都會愛講話 就你抱他打針 帶他去洗澡 他都會生氣 真的 跟你找其他的講話 就沒有這麼多 真的嗎 我是知道很多狗會唱歌 唱歌有 鸚鵡也會啊 2加2等於2 媽媽昨天爸爸帶女生回家 還不會 我們家要養鸚鵡啊 會講話嗎 會 九官鳥老師會講什麼 九官鳥也會講話啊 那鸚鵡誰比較會講話 九官鳥跟鸚鵡 好像要看不同的品種 像我們家的會兩隻對話 一隻一直講話 另外一隻就說不要吵 可是是真的他們會透過那個頭腦的想法 去告訴你說不要吵 還是他學主人說話 因為有兩隻嘛 一隻就會問說 郭英去哪裡 另外一隻就說 郭英去上班 郭英是我媽 你不覺得很厲害嗎 你不想要吃什麼 一樣啊 以前人家都吃得漂亮 吃個十幾個檔子 就一樣吃這個 爸爸拿了兩顆飯來吃 百雞也好 百雞 我會傻眼 我會嚇雜喔 爸爸 他們說要吃辣雞 真的假的 媽 好懸喔 你要不要快回來啊 我怕 傻的 你也不敢聽過 我不敢 為什麼 就在那個牆角 一直看著他們講話 拿鏡子反射他們 我會錄影吧 落下來 對 你看晚上 我有想過要養那個 因為以前我們家就養那個九關鳥 會講話嗎 會 黑的 然後它是從外面飛過來的 然後我媽媽就養它 然後我媽媽就叫它講話 它就想想乖乖啊 想想乖乖 對 可是如果半夜啊 他講一些話 有一天 就講司馬忠元那種鬼故事 小妹妹回到家 她覺得 背後馬骨手難 沒有沒有 為什麼她會計較 我知道 因為我不會學九關鳥叫 你知道嗎 那鸚鵡 九關鳥怎麼叫啊 好像他們都講人話 對 講人話 好像鸚鵡還是有分會唱歌跟講話的 我爸爸還訓練我們家鸚鵡 他會斷頭耶 還有訓練他拿那個原子筆舉重 他的腳就是已經撐那個 你知道他怎麼舉重 你告訴我 他腳撐桿子耶 他沒有 他翅膀耶 他給他躺在沙拉山 躺著 請爸爸來表演 幫你開個單元 我有影片啊 那你下次PO 我們來PO那個做動物的單元 好 真的 然後他躺著 然後舉重 我們就這樣舉 對啊 這樣舉啊 這樣舉 這樣舉嗎 舉幾下 就是啦 原子筆啊 然後會講話 也會講話嗎 我爸爸就是鼓勵他說好棒啊 這樣子 真的很有趣 我家鸚鵡很蠻在話的 所以也會講話 會啊 下次找他來啊 然後好像小雙有一次說 他想要一隻鸚鵡 然後我們家就再也沒有生鸚鵡寶寶了 之前有生過鸚鵡寶寶寶 有啊 那生了之後 沈曉晨很可愛的嗎 可是你不能看他 因為一看他 好像就會 媽媽會把他吃掉 好像有這個道理 對 狗狗也是 就是如果你生肖屬虎 屬虎 你進去看那個媽媽 剛生完的小孩子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有這個件事情 就是狗看到那個 屬虎的生肖的人 他就把他自己小孩吃掉 他覺得你要來把他帶走 或吃他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屬虎 我屬兔耶 你不要吃我屬兔 可能進去走路的感覺有像嗎 有像我屬羊 妹妹 妹妹 有聽過這個吧 有吧 有 我有聽過 可是這個真的假的不知道 這是傳說吧 但我媽媽很信 我媽媽就很信 你屬什麼 屬羊 屬狗 屬虎 你不要來看我們家小狗這樣 會怕 對啦 還是性其有蠻好的 對 但鸚鵡好像是真的會吃掉 真的假的 像是你帶人家鸚鵡來玩 不行 牠們很怕耶 牠們怕人喔 對啊 但我可以找你的影片 是真的 牠們真的會有才藝 兩個呼 講相聲那種的 下黑 下白 上台 一直撈 電影舞劇的張立東和大根 還不錯 好不好 宋少卿他們呢 對 厲害了 好啦 我們來聽新聞 獨家李嘉薇新歌演唱會 全紀錄喔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獨家冰金曲歌王林俊傑 飆唱煎熬 讓歌迷情緒沸騰 心一跳 愛的歌之間呢 李嘉薇人生首場大型演唱會 排節目後 百分百獨家全程紀錄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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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過百場校園演唱 以及商演的歷練 李嘉薇演唱經驗豐豐 但這次面對的是 自己的第一場演唱會 還是男演緊張心情 好可憐 好可憐 就是小環要來看菜喔 對 好可憐 老師會跳 我怕我忘記五步耶 等一下是跳舞對不對 對 對啊 唱歌OK 但是跳舞好怕喔 又要唱又要跳 做個很難 可怕的動作 很性感 很有氣勢 這次有練過 還是本身有練過 沒有沒有 有練有練 有練 要練要練 就是一直講到 就是那個感覺 你剛剛跳舞上去的第一個十字定位 不要等到中間 第二首歌就等到中間 對 記得住喔 記得住 會不會覺得很難 很複雜 我覺得要做一場演唱會 真的是沒有想得那麼容易 因為自己以前唱歌的話 就很free 因為我們唱一個小時也是滿free 但是現在就是要很多定點啊 燈啊 Cue啊 什麼東西 我覺得自己有上一個層次 就2.0的李嘉薇 就是覺得 他要在腦袋要記很多東西 在唱歌的情緒之外 你還要記很多東西 我覺得覺得 這個是做演唱會的那個 所以你有UV 萬一真的錯了怎麼辦 不管任何狀況 錯了就錯了 我覺得那很真實啊 就是如果我 因為我已經可以接受自己唱歌 好 好 不過就在彩排過程中發現 嘉薇的唱歌小癖超特別的 不僅整個過程中沒有喝過一口水 而且還得穿上16公分高的高跟鞋 唱起歌來才有feu 是這樣嗎 我要看看練幾公分 這雙少一公分 這雙是15 一定要這麼高是不是 對 一定要這麼高 而且他們說我很奇怪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沒有穿這高跟鞋的 然後我唱歌的時候 我還莫名其妙自己會踮腳 就自己默默練唱的時候 還會踮起那個腳 就假裝自己有高跟鞋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變成一個反射動作的感覺 那妳現在下樓的狀態是怎麼樣 妳願意讓我們看看妳現在下樓的狀態嗎 好快喔妳 有嗎 我有 快死了 我要下樓囉 準備囉 1 1 2 3 哇 嘉薇妳在哪裡 妳好快喔 妳有感受到那個 有耶 那個下樓的感覺 高跟鞋真的是妳必備耶 對 真的 嘉薇繼續等著高跟鞋 完成所有彩排 不過今天怎麼就是沒有看到 擔任嘉賓 又最疼愛她的JJ先生呢 對 可是因為JJ實在太愛妳 真的是為了妳 她真的太疼我了 所以妳明天要怎麼表達妳的謝意 我們給妳一個任務 妳願意接受這個任務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東西 每次給我什麼任務 對 妳超好的 我給妳保證 真的嗎 妳明天她來彩排的時候 一彩完妳就給她十指緊扣下去 對她訴說妳的感謝 妳可以嗎 這樣好像亂倫的感覺 沒有 十指緊扣沒什麼啊 真的嗎 唱唱歌唱琴歌都會牽牽手也沒什麼 因為我沒叫妳接我 他們有到十指緊扣 好的 好吧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要做 明天要做這個挑戰了 就是到底 會不會成功 應該會成功吧 她不會一欠我就打我 好 那妳想看 覺得緊張 覺得緊張 小路亂撞 妳們也有點緊張吧 我好想看 OK 祝妳成功 好 謝謝 今天辛苦了 謝謝 謝謝 演唱會當天下午 佳薇在等待姐姐到來前 前與樂隊進行音樂的最後確認 不過這時天空不作淚 下起了大雨 而台下已經有許多忠實粉絲 老早萊卡惠 趁著賽也要聽著佳薇演唱 我剛唱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默默的 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結果跟我同事說 就覺得我覺得 台下的那個歌迷們都好可憐 就覺得 我要想叫他們去避雨 對 但他們去死不走 我就覺得好 就覺得很感動 好 在當姐姐出現時 天空雨變小了 讓佳薇心都安樂 不過是說佳薇啊 你應該沒有忘記 跟師兄對唱時 實質緊扣的任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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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好 好 好 剛剛彩排完 就是心情就比較定下來了 就覺得該做的我都做好了 就是做到 其實晚上就是順其自然就是 去分享 妳覺得妳今天會哭嗎 工作人員全部亂點頭 因為大媽有來 大嬤嬤的點頭 可能爸爸媽媽有來 所以才不會哭會嗎 這樣 我覺得妳會哭 還是我們要不要打賭 不要 不要 打賭哭 他們就一直在說 不再是打賭哭不哭 是哭幾次 真的耶 好壞喔 我覺得大概有五次吧 不會啦 一次吧 一次吧 一次啦 一次啦 不要這樣 彩排結束後 進入演唱會 最後倒數了準備工作 換好裝的家威 難得性感 穿著平口洋裝 小露宿胸亮相 而從馬來西亞 飛來台灣的爸媽和JJ 也提前來到後台 為她加油打擊 平時看到她比較休閒的打扮 今天第一次這樣 感覺不知道眼睛要看哪個 不要這樣 妳剛剛一直這樣看著她 好亮喔 一直看眼睛好亮喔 不敢玩一下看喔 很厲害 這次應該算是我唱過最高的歌了 小露宿胸亮相 對 因為我自己唱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高 她唱給我緣去 妳覺得今天就是卸下包袱啦 因為唱這首歌會變成娘炮的 不會耶 不會 像神一樣耶 對 當然以後就叫她Jason 妳說要彩排那個嗎 對 她也講這個 我剛剛還在晃神 我還在看歌詞有沒有唱錯有沒有 結果我的手就這樣子唱去 妳是這樣摸我的 有沒有感受到她對妳的愛 有 有一點感情 其實家衛我看到她從第一張專輯 一直到現在越來越棒 對她有一種特別的情懷 是因為她也是新馬幫的 我想說她是新馬幫 因為現在好像越來越少 新馬幫的在台灣發展 在華語樂團裡面 所以我希望我們還是可以互相鼓勵 帶著滿滿的愛與祝福 李嘉薇準備上場 要用她充滿爆發力的歌聲 告訴所有人 她是李嘉薇 你喜歡把妳的歌聲 這個是把我還台詞 妳來到她是宮城 你是府中心的歌腦 她是你的歌聲 這叫做歌聲 她是你ού言 居言 這叫做歌聲 這是我越來越選擇 令人的歌聲 他說你會內斷 我們怎麼會 想要怎麼捏著 捏著 讓心燦燦 只想要怎麼捏著 也就是我的溫柔 只想要怎麼捏著 也想自由 非常歡迎來到了今天 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新歌委員會 我今天不能講太多話 因為我怕我 如果講太多話 我開始那個 心情起伏很大 我接下來這首歌唱得就會很煎熬了 心一跳 愛到開始只能 沒遇到 沒理由 心一跳 愛到開始只能 沒遇到 沒理由 我相信我已經快要 我要把你挽牙 不是我在日後 我相信我已經快要 時間的我快要 快要何以為神聚 下一段 擁抱 最深 nog removing 寂靜 歡迎林rz結 謝謝 哇 再給一次掌聲這位神好了 謝謝 謝謝 哥啊 謝謝你來 今天 恭喜 恭喜 家衛 我 我跟你說 我剛剛走出來 整個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我今天在發高燒 然後就一直在飄 你真的很猛耶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因為發燒的關係 我今天反而可以多煎熬一點 他講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 以後不要亂cue他唱煎熬 是這樣怎麼要等他發燒的時候 真的 就這一次 但我真的覺得這版本的煎熬 是我有史以來唱過最好聽 我覺得就是一個最特別的版本 謝謝 謝謝 欸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有 你剛剛沒有跟我先說 要問我問題 對 突然間想到了 然後呢 你有沒有男朋友 officially是沒有了 這樣 沒想到包拼上場的林俊傑 突然主持人魂上升 話題大開 讓李嘉薇好害羞 不過這麼會唱的兩人 只合唱一首歌曲怎麼夠 兩人在一起合唱了 手心的薔薇 還把十隻緊扣的任務 搬上了舞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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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你 無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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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舞台一腳給JJ的佳薇快速下臺換裝 不過接下來的演出可是讓她好緊張 她為了演唱會 苦練多時的舞蹈 終於要呈現在大家面前 但直到上台的前一刻 佳薇的心都還懸張 加油 佳薇加油 同心把我的佳薇 加油 不要再等下來 不要再等下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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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小心 好了對不對 好跳 好跳 你乾了我就乾了 乾淨我就變燦爛 在夜都黑路 多野少都獨心 多美人眼淚多可惡 這不是我的 你乾嘛還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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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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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都一样 有各样的患难 不一样 也一样 一分合有聚散 各有各一生一世 各有各的温柔身 爱不是装上的信仰 永远永恒 Hello from your side Can't lose I can't do that and try I tell you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heart No it doesn't matter I'm re-pailing I don't tear apart Anymore A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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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道的第一场演唱会 李嘉薇用最好的表现 陪粉丝度过美好夜晚 而演唱会到了尾声 嘉薇也越发感性 看到爸妈和姐姐也一起参与 这重要时刻 说好不哭的嘉薇眼泪又溃蹄了 我一只墙 未能够享受唯一尘爱 别给我上水天堂的圈儿 我觉得 可以无忧无虑 很舒服开心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非常幸福 非常感谢 今天猪猪在台下路为了爸爸妈妈 虽然我们在我爸妈面前跟他们说我爱你 但是我今天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还有我的在台湾的好朋友包括他的爸爸妈妈 感谢他们还有我的同事 我生病了都是他们在照顾我 所以我要谢谢我在华纳的家人们 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陪伴我 每一次给了我好多好多的温暖 我想把更多更多的正能量分享给所有的人 跟我一样平凡的人 想要跟你们说 你这样也可以你们也可以 再来这一首 我自己很喜欢也符合我心境的歌 做人其实不用那么的倔强 你要学会不坚强 睡会不坚强 眼泪不用偷偷擦掉 明明那么苦 我又何必总把倔强 其实并不是要放任自己放弃之了 只是影尘又解决不了 因为你们有学会的不经常 谢谢 谢谢大家 止不住泪水的家卫 利用下台换装的时间平复好情绪 接着在歌迷深深安可的呼唤下 上台加码演唱他的经典情歌 让台下歌迷们听得吵入迷 有些伤痕 像长大火 把心烧焦 瞳也扶红 不碰了 逃生无论 同志却在脑挫着 重复开在一个重要的时刻 不辞着就会退缩 也幸福也开始着 觉得什么都会变得放映着 平均到最后 如此寂寞 你也不够了 一定有点都有点有点有尽 不急的你也不愧 好几乎 对我 总之许多 你也不愧 姐姐 fruits 你也不愧 你也不愧 自己也不愧 不愧 你也不愧 宝贝 對交情都不傻 我希望之後有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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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會來唱歌給你們聽 我是李嘉瑋 謝謝你們 有唱了首歌嗎 有 而且你有沒有聽到台下粉絲的尖叫跟你一起合唱的聲音 你是不是覺得很大歌手的感覺 對 因為想起很多 就是 我只是一個很愛唱歌的普通人 然後擁有自己的歌 然後他們跟我一起合唱 我們剛剛的攝影子會講應 你有沒有覺得女兒很驕傲 很棒 很棒 今天我覺得很棒 媽媽這樣會很肥 這樣子 媽媽最開心 真的 很棒很棒 你剛好在台下有偷偷哭嗎 呦 看你眼眶都泛淚 對啊 就是我們其實都蠻感性的是吧 都會習慣把花收在心裡面 對 今天有個機會 這樣大的舞台 真的很感恩 真的 而且你要請大家吃飯 原本說不會哭 我幫你算過了 加現在這四次 他太感動了 一定會 一定會 他們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一定會跟他們好好的 讓他們放鬆一下 真的 因為這一陣子 大家都為了我太辛苦了 對 很想要 很感謝你們 李嘉薇用著最真誠的表演感染全場 用著最真的心情 努力朝著夢想前進 努力向著目標一步步邁進 期待這樣愛唱歌的真女孩 踏上夢想中的殿堂 唱歌給更多的人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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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了我的第一次也唱會 謝謝你們 但是到更大的舞台 也可以帶我們一起嗎 對啊 我要在音樂 但你不能算我哭幾次 很快 很快 八大採訪組採訪八道 謝謝 又有任務了 這個任務 我覺得有比上次那個 阿令的差不多 我意思是不接 他就要一直在一起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住跑 今日任務再來 頭髮上擦五朵花 不被發現 花 這太難了啦 但不是花 我們把它放成是什麼 乾燥花 大麥 因為它出了新的作品 我們就當作是大麥 幫它耕耘耕種 讓它側面大麥 因為放花不好嘛 為什麼 牛糞插在... 鮮花 牛... 鮮花擦在牛糞上 除非你就不拉糞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老闆 我聽不懂 真的聽不懂 你鮮花想要擦在牛糞上 你要是鮮花 牛都不拉糞喔 好...聽懂... 明天應該也是這樣 對 明天應該也是這樣 明天應該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沒照氣是不是 是怎麼樣 沒有 剛剛聽到一些內容 你說什麼 什麼... 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任務了 今天的來賓是陳大天 希望我們任務會成功 很多粉絲都以為我們這個任務是誰的 為什麼 是真的 誰跟你說他們覺得是誰的 因為之前有一次我們就失敗了 然後粉絲就說原來會失敗 我們也一直都以為那些來賓都知道 也一直以為是誰的 都是真的千真萬確 對啊 待會你們可以看一下我們怎麼成功的 對 那很簡單喔 我個人覺得好不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一起來歡迎 一起來歡迎 陳大天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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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 等待多久 等待了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 對 這一次的作品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呢 春夏秋冬如果每一天都會有人失戀 那我的歌就是會陪大家 好想摸你的頭髮 你可以直接摸啊 真的假的 對... 春夏秋冬都可以聽到一個 好Q喔 失戀的專輯 對... 超Q耶 好Q喔 一開始我們拿到這張專輯的時候 100種失戀的方法 我以為是塑形歌曲 結果不是 是快歌 是一首快歌 而且裡面還有張立東 你在開心什麼啦 還有張立東對不對 張立東... 張立東怎麼樣 很可愛 你頭髮好像... 嚇我一跳 對 張立東... 張立東有拍這個LV 對... 而且在裡面有舞蹈 很可愛 有一個失戀舞 對 凱恩你有什麼事要問他的嗎 有 因為我當初看到100種 失戀方法這歌名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是慢歌吧 結果面好像是快歌耶 怎麼了嗎 沒事 你還好嗎 我一下癢癢 凱恩在問他問題啊 你回答我啦 快點過關了 我關你了啦 過關 過關 這是... 幹嘛啦 你也過關了啦 剛剛一過關 我那個太緊張了 你突然給我轉身過來我的麥 現在的節奏好特別喔 剛剛有拍到我的醜樣嗎 再來遇到風 擦五朵花不被發現 有五朵嗎 剛剛有五朵啊 因為這不是花 這是大麥 這是大麥 也希望你的作品大麥 謝謝... 好棒的一個設計喔 所以你剛剛我要準備放 你給我轉身那一刻 我真的... 有拍到嗎 我剛剛... 我那是糗樣有拍到嗎 有成功嘛 應該叫做成功 我那很糗耶 笑死我... 算八線嘛 沒有啦 算成功了啦 成功了啦 而且你知道他... 這個很經典 你不能說奇怪為什麼 一股... 因為我覺得氛圍怪怪的 有一個陰風吹過來 有一個陰風吹過來 你兩個人都很專心訪問 不好意思 一直看著... 看著我的眼睛訪問 所以你一定要在表達什麼 請問一下 我們這樣放上去真的沒感覺嗎 真的沒感覺 真的喔 頭髮燙壞了 這樣有感覺嗎 沒有 那你為什麼會突然間想要... 因為你手... 你... 你有... 你有那個感情 你太大力了啦 哪有 我是擠的 因為我覺得你都放完了 我還沒放啊 而且那個他好高喔 我想說好丟到喔 而且工作人員說 不能一次放三把 他一樣一把一把放 這樣才有挑戰性 對啊 如果一次放就完了嗎 對...而且我又沒感覺了 真的 來...這個作品 還是好好再量一下 真的... 是...這個裡面有四首 我自己的詞的創作 然後自己做了一首曲 然後有Adea老師幫我量身打造的 主導歌曲 100種失戀的方法 希望大家用快樂的方式 來看失戀的事情 用快樂的方法 來看失戀的事情 對... 那裡面有沒有塑行歌呢 有一首歌曲叫 什麼叫暖場男朋友 什麼叫暖場男朋友 就是想要當暖男 但只能變成別人的暖場男朋友 好可憐喔 這個算是...你知道 那個很可憐耶 對 就是因為像我 陪伴著我寂寞的那幾個日子而已 是很那種 我們都喜歡給人家幽默的人 然後卻不能感動 真的感動 所以曾經發生在你身上是不是 我就是會常遇到這種事 你以為有戲 對 結果後來他喜歡別人 是有譜的 他喜歡別人 他就是每天跟你開心 只是想跟你做朋友而已 他的心態只是覺得你是好笑幽默的人 對 你是好笑的人 劉振東 你沒戲了 沒有... 他最近怎麼了 也是類似這樣 也是類似這樣 對... 了解... 其實我覺得很適合他聽 很適合他聽 很適合他聽 那而且裡面 是不是還有在網路上拍攝最瞎失戀 還好嗎 對 裡面有一些有趣的 因為我想說這一次呢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從頭到尾都覺得 失戀並不是那麼難過 對 所以把一些失戀的經驗 誇張化 變成短片的方式 而且現在大家都流行拍短片 對啊 希望大家能快速認識這種專輯 那你有自己先拍一支嗎 我自己有啊有啊有啊有 我先拍了對不對 我先拍了... 現在主任應該幫我看一下 可以這麼說... 而且這次專輯拍照 是不是聽說前女友曝光啊 對 你在一個地方 是有女朋友的照片 所以偷偷瞧她的方向 哪裡... 我們看一下 前女友她OK的嗎 但是其實那個照片 我們打得很懵了 那她OK嗎 我想看一下什麼型的 我並沒有問她耶 你沒有問她 這樣好嗎 那你不怕她知道嗎 她應該...應該還好吧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想說就是可以讓我 身歷其境在那個... 我戴口罩那位 對... 她戴的口罩 但看不出來 特別選了一個 還在保護她 對... 畢竟對方不是全美人 那為什麼你想要 放那張照片在裡面 因為就想說 想要真實的把自己的經歷 放在整張專輯裡 所以說就是連我們的場景設計 都比較貼近我自己 平常的生活狀態 了解 那這一次的作品出來之後 有沒有什麼活動呢 在8月6號的時候 在New Studio 展演廳有一個超大 K歌芭 K歌芭 然後購買我的專輯 就可以帶三個朋友 一起來參加我這個 K歌芭的活動 這麼划算 對 而且只是唱歌而已喔 只是唱歌 不用覺得來歌唱比賽 不用有壓力 不用壓力的 我會陪你唱 或者是你自己個人Solo 或者是你要跟我一起合唱 也都可以 你的專輯好澎湃 有11首歌 對 因為有兩首歌 是配合之前的一個 專案做的歌曲 所以把它放進來 Bonus一下 滿好的 而且地點是在 在New Studio 所以可以展演廳 在8月6號的時候 對 下午2點到5點 好 謝謝大家 在台北市新一區松壽路 22號5樓 來跟大天一起來K-POP 謝謝 好不好 也謝謝大天 專輯名稱當作是 一百種失戀的方法 現在回來有終極一班四 我剛剛以為我會失敗 因為我丟的時候好像沒有丟得那麼準 因為他太高了 他太高了 他比我高耶 所以我放我都要一點 然後他的頭又有一點厚度 高度 好想成功 我會看這一次的回去的那個重播 我也會 我想看我剛剛那個球一樣 很好笑 很吵喜耶你剛剛 是嗎剛剛 一百分 一百分嗎 沒有 因為其實這個 其實有些觀眾朋友 他覺得我們在整那個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的製作單位給我們一個任務 對 然後任務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跟來賓說 我們有這個任務卡 要去執行 而且來賓都覺得很好笑很好玩 我們沒有要整他們的意思 這不算整 我們是小小的一個玩笑 小玩笑 對比方說待會還有誰要來 沒有人了對不對 沒有了 我很期待可以挑戰更難的啦 誰你想要 比方說小虎姐啊 你要對她做什麼 親她嘴巴啊 真的假的啦 你看我怎麼被打 你看我怎麼被打 趴上的表現 沒那麼簡單 啪啦 好想看喔 小虎姐 小虎姐什麼時候發覺 拜託再來了 要快了 要快了 好酷 好 接下來我們來 獨家新聞 終極一般四首播開紅盤 偽禁紅鎮回饋粉絲 大放送 看一下 終極系列的魅力 果然不同反響 終極一般四 第一集首播之後 大受粉絲支持 收視率開紅盤 平均收視達到0.8 而指哥和孤鎮 兄弟細強這一段 最高收視甚至到達0.99 幾乎就要達到紅鎮 偽禁開出的目標1 而只要收視破1 同政偽禁答應要回饋大家 破1先 跑溫泉就好 這麼熱 跑什麼溫泉 就是圍浴巾的 圍浴跑的 還是破1你們兩個有沒有要 我們兩個大家還看不利嗎 而且破1為什麼是 我們兩個來扛 沒有 你們一起來四個 我們四個扛 然後破1我們四個一起 我們四個都說一下 一起先配置 好 可是我們配置 配置的決定權不在我們 他選 由於終局4加入許多情感系 所以戲外被送做堆的 偽禁和紅鎮 在大陸上黨記者會上 被要求磨鼻子 這個親密舉動 讓粉絲好開心 我知道要碰鼻子的時候 我就趕快就是去 壓一下油 其實我手指也是這樣 對 我就一直在壓太油了 然後其實滿熱的 滿熱的 第二次你整個幫我舉起來 他們要求要旋轉 我想說兩個人這樣子碰著旋轉 很尷尬 那我想說那我就公主抱一下好了 結果好險 因為我們也沒有溝通過 默契還不錯 我只要一降 他就知道自己要跳 自己要靠過 聚州雨菲和紅鎮是一對 在現場兩人也被要求畢動 但有些粉絲吃醋了 也是有支持 也是有反對鼓球 可是也是有支持 是叫什麼 鼓哥 是叫什麼鼓哥 鼓在指哥裡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這一條線還滿亂的 其實佩慈和新加入的志偉 也被湊成一堆 甚至兩人還有吻氣呢 這對志偉而言壓力好大 本來其實那一天那首戲 就很緊張 尤其是導演已經施加了 然後就 緊張到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佩慈是你的 理想中的女朋友的類型嗎 這個位置可以拿的 好好講 好好講 性格很適合我的理想情 然後 長相也很符合 什麼都很符合 是我的理想情 終極一般是精采可期 就連大前輩大東和吳曾 都在網路上大大推薦 粉絲期待兩人 也能驚喜客串 洪鎮賣了關子 在這裡當然就是要賣個關 因為畢竟他們是冤老錢的人 那彩蛋呢 是絕對會有的 那我們在這裡要透過這個平台 再一次的謝謝 各位中期的大前輩 精采的終極一般是 千萬不能錯過 盡情鎖定 每週一至週五 晚上八點半的八大綜合台 李育鈞的整理八道 休息一下 等一下有愷樂精采預告喔 這麼快啊今天 對啊 你在幹嘛啊 差點劇透了我的天啊 哇凱樂舞蹈好好看喔 我身體閃掉 你知道我每次下樓梯都沒辦法下耶 那就因為你很少運動嗎 因為鐵腿的關係 我都是這樣 這樣下 然後有一次因為舞蹈教室 就是要先進一個很大的樓梯才到 我就這樣很窩囊 這樣慢慢下的時候 結果弟弟走出來 害我又突然變得很正常 因為太久了吧 好的 明天是Live 然後播的MV是陳大天的 一百種實驗的方法 OK 拜拜 拜拜